1949年10月1日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 向全世界宣告了 新中国的成立 时至今日 很多人内心都有一个疑惑 毛主席没有读过军校 为何这么会打仗呢 为人身上的哪些点 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呢 这是个知识点 千个有用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义气 挥齿方求 指点江山 激昂文字 奋土当年 万户猴 这是毛主席 在清元春长沙中的激昂文字 与周来等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不一样 毛主席并未出国留学过 他只是在第一师范大学 当过几年的师范生 在学校的日子里 毛主席学习非常刻苦 除此之外 他还积极锻炼身体 经常去湘江中游泳 仅这两项 就为他最后成为我党卓越的领导人 救国救民 积累了本钱 不论是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 还是在最后的弥留之际 毛主席都没有放弃过学习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 他学的尤其认真彻底 后来他很好地运用 并且指导了中国革命 打了一场又一场的胜仗 毛主席还曾经和朱德 总结出了一条作战的方法 就是如果敌人进攻 那我们就撤退 如果敌人驻扎 那我们就去扰乱他们 如果敌人疲劳 那我们就去进攻 如果敌人撤退 那我们就去追击 这样的方针在世界军史上 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经验 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后 毛主席敏锐地看出了蒋介石 是不能容共的 于是他提出了 以游击战配合国民党作战的战略 创造了八路军 新四军的大发展 在抗日战争决胜前夕 毛主席率先看到了 东北地区的重要性 向我党强调了 东北四省的重要性 从而为解放战争 夺取东北地区的胜率 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从后来的结局回首再看 毛主席当年的种种谋略 都是大手笔 种种战绩都是大胜利 在世界战争史上 很难能够找到 与毛泽东匹敌的人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 中国共产党打出了许多漂亮仗 这些战争要么以少胜多 要么外陷奸敌 要么以弱胜强 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毛主席 不但擅长制军 还为我党打造了一支 能打硬仗的军队 当人们正在困惑 中国红军还能打多长时间时 毛主席给出了答案 他写出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当中国军队在日军的炮火下 快要顶不住的时候 他写出了论持久战 毛主席的胜利不是偶然 本质上更是一种精神的胜利 毛主席下功夫研究 战争的起源及性质 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以及人与武器的关系 提出了许多不仅科学 而且完整的战略方针和政策 人民对毛主席的怀念与尊敬 是经过对历史的反思 与人生的省察之后的 这种理性认知也更加真实 也更加能够反映出 毛泽东思想的永恒魅力 和不朽的价值 在具体的战斗过程中 他又运用辩证法 对优势还是劣势 主动还是被动 整体还是局部 运动战还是阵地战 持久战还是速决战 进行一番分析 可以说毛主席的这一套方法 被实践证明是非常正确的 一种方法论 在广阔的历史长河中 永远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他始终能够客观地 系统地全面地分析 每一场战争 提出以人民为本 这条伟大的理论 一切依靠群众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在搜集情报作战保证 以及后勤等方面 他都根据战争 需要进行创新发展 依靠群众的力量 赢得战争的胜利 他提出 坚持党队军队的绝对领导 保住了国家的力量 捍卫了人民的权利 可以说 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思想 是一座挖不完的金山 他的军事思想 无论是放在世界的任何地方 任何时代 都是永不褪色 永不过时的 穿越历史的风云 回顾毛主席一生 所从事的军事活动 他的许多军事思想 至今都让中国人民 和世界人民震撼不已 一些专家指出 在中国乃至世界战争史上 像毛主席这样 能够集理论家 与军事统帅 与意识的军事指挥家 可谓是凤毛连教 这些点 是一般人都很难做到的 毛主席的很多作战方法 在世界军事上 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这也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 在全世界的许许多多地方 毛主席的军事思想 仍在受非常广泛的关注 以及研究的原因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